首先問問 是否人真的可以不洗病 保健的功法的重點在哪裏呢 人可以不洗病 但都很嚴謹的 你生活有設計 空氣陽光水分真的要清脆 空氣這件事我們控制不了 你可以裝那些靈的立保清新機 那你都不出家了 那你適當的 出家也沒所謂的 你回來拿去清洗一下 是的 有些惡在因素就比較難避水 還可以買些靈的水 很簡單 以前都這麼多人 百多歲 如果要病都死 病都死了 多數都少病 像我們已經三十多年沒有看醫生 即是你有很多常識 那你們想保健常識 你想我們的康滿根地膜 我們要配合的 譬如我們現在推廣那個 白砂板的保健方法最好 你一塊白砂板或者一家人和資料都用完 大家用的和一個單位在家裡住 即是和在一起的就沒有用 沒問題的 你不用就我用 大家都是用的方法 如果你分了幾戶人間 你會每戶人間買一塊 你用一輩子的 打爛了你就要來做肉咀 都值錢的 我還說裝飾品都不錯 但它牛骨因為它有煞氣 變成有些人有病 我怕它的煞氣都進去了 有個學生提醒了 它說了出來 我現在說 之前我不說 你之前說 我以為恐嚇人家 以為叫人家來買我自己的貨 即是沒有需要的 因為我買它去外國很貴 我兩支噴霧 批發價五百元美金 那邊買一千元美金 人家在外國很便宜 一千元美金是很便宜的 一千歐羅左右 幾百元歐羅很失碎 漂亮就行了 所以這個是可以的 當然如果你有意外 影響受傷 或者你先天性的功能有偏差 這個是領類的 在正常之下人可以不避免